嗨 大家好 我是熱愛螳螂的韋爵老師 這期要教大家一分鐘分辨台灣常見螳螂 那我們開始吧 台灣最常見的螳螂大概有三種 分別是寬富府堂 台灣巨府堂 以及枯葉大刀糖 看到這裡 有些特別聰明的小朋友就會舉手說 老師 我知道寬富府堂是綠色的 巨府堂是青綠色的 豆糖是咖啡色的 這位同學說得非常好 那我們下課 故事並沒有那麼簡單 在這三個種類裡 顏色是個不好的判斷依據 例如寬富不僅有綠色 還有棕色 還有這個 這個 甚至是這個 因此我們得從其他的型態來判斷 首先是頭部 高糖的臉最特別 他們的臉上有兩條深色的線 不過寬富跟巨府堂的臉 看起來大同小異 幾乎分不出來 接著看看前胸 整體看起來又短又胖的是寬富 巨府堂有腰身 刀糖看起來直直的像個水桶腰 然後是捕捉族 寬富的最特別 在類似我們手臂的地方 有著黃色的斑點 通常一邊是三個 有時候會出現兩個或四個點的 巨府堂跟刀糖的 只有一排非常非常細小的刺 最後來看看翅膀 寬富和巨府堂的翅膀上 左右各有一塊橢圓形白色的區域 看起來有一點像眼睛 刀糖的翅膀上 則沒有特別的白色區域 好啦 以上是本期一週一堂課的介紹 我是熱愛螳螂的韋傑老師 希望您喜歡本期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